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 转啊转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 嗨 小朋友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 快来 快来 和道哥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 哇 是小树苗 呵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和小树苗有关的故事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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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指导点博士 今天我要来研究一下有趣的植物 在我的左边是一棵桃树 在我右边的这棵小树是苹果树 哦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植物吧 走 小朋友们 跟我来 哦 没错 这是松树 哦 这是银杏树 嘿 知道点博士 哦 是你呀 小树 你好 你好 听说你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指导点博士 那你可以帮助我吗 呃 当然没问题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的好朋友们都是圆形的 但是我想长成三角形或者方形的 呵呵 一定很酷 呃 三角形 方形 小树啊 这个我可能帮不了你 你看看树 树干不都是圆形的吗 为什么树干要是圆形的呢 不能长成其他形状吗 嘿嘿 我知道 这博士可是知道一点点的 这个树干呢 它不长成其他形状是因为 不 嘿嘿 不如这样 我们去泡泡实验室研究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一起唱歌 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正在呼唤你 各学的世界能爱我优秘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小嘉宾孙艺山今年七岁 小嘉宾魏宇童今年七岁 小嘉宾张明远今年八岁 小嘉宾樊国艺今年八岁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旦独家冠名播出 绿泡泡小树苗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在他生活的环境周围 那些树干都是圆形的 树干都是圆形的 当然了我从小到大没有见到过 方形或者三角形或者是其他形状的树干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是圆形比较坚固一样 如果它是三角形或者方形的话 就感觉有点太怪了 那你们觉得圆形和其他形状比 它能够装的东西会是多还是少呢 我觉得多一些 多一些是吗 这样吧 不如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小朋友来看 在我们的前面有三个 看这个横接面是正方形 但是严格地说这是一个长方体 一个立体的形状 这个是圆柱体 这个是一个三棱柱 告诉大家都是用同样大小的一张纸 折成的这三个 三杯绿豆 绿豆的这个数量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看 同样大小的纸 折成的不同的这个形状 能够承载多少东西 好不好 已经装不下了 对不对 已经撒了很多 但是这个绿豆倒完了吗 没有 好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放它的后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这个好不好 看一看它能装多少 也不行了 对吧 好像还没有那个装得多 对 因为它剩的更多 对吗 也就是说方形比三角形的更能装一点 最后我们来试一试这个树干的形状 圆柱体 好期待 很期待 你们说能把这些豆子全装完吗 能 能 我觉得不能吧 这个纸的材质和大小都一样 对 知道点博士说 是用同样大小的纸做成的这些形状 所以应该装的东西差不多 很多 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像有希望啊 哇 还没有撒出来 对不对啊 对 感觉没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掌声响起 哇 很轻松地装完了 一粒都没有撒出来 一粒都没有撒 而且呢 我这个公正地说 其实还可以再装一些 我们再装点试试啊 因为它还没有像这样溢出 哇 掌声响起 哇 太厉害了 很简单 就告诉我们啊 为什么树干要是圆形的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它储存的水能量比较多 太棒了 它能够储存更多的营养水分 这些就是我们的植物生长所必须的 其实小朋友很简单 跟我学伸出你们的五根手指 看一看 我们的手指是什么形状啊 像不像五个小树干 对吗 所以它就能够输送更多的血液啊 还有营养啊等等等等 道理是一样的 好的 来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 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 首先我们还是准备三张大小相同的纸 看 这三张纸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它们能够重叠在一起 那这三张大小的纸呢 分别可以把它们叠成三龙 对这三种形状 三龙柱 当然了也可以把它很轻易地叠成一个长方体 当然了也就可以把它们变成一个树干的形状 圆柱 好 那么你们来猜一猜 用同样的一张纸叠成的这三种形状 它们谁承重更多 就是谁能够承担更多的重量呢 我觉得应该是三角吧 好 一会儿呢 那我们的白队就来用三龙柱来试一试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长方体更坚固 因为它有四个角 它四个角可以支撑它 小朋友说 有四个角可以支撑 肯定是更坚固 好的 那我们把准备好的道具呢 给我们的两对小朋友分发一下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正大眼睛看好了 这三种形状 哪种可以承重更多呢 首先我要把它放在桌子上 把托盘中心的位置放上去 好 在我们的手中呢 有几个砝码 我们首先拿出最大的这一个 放在盘子的正中心 好 三龙柱 可以支撑这个重量没问题 蓝队 摆好位置 好 不着急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四个小一点的砝码 我们一个一个的往上加 哇 没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上加一个 下面我要放第四个在上面 哇 圆柱体还是没有问题 很轻松啊 绿宝宝 来 我们来看一看白队 第五个了 好 现在呢 都承受住了我们这个五个砝码的重量 非常厉害 最后我们要拿出终极挑战 再来一个大的 小心 绿泡泡 加油 猜中 没什么 好 这边 没有承受得住啊 没关系 三棱柱已经出级了 对 让我们来看一看蓝队长方体 看来还是不行 但是大家看 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 像树干一样的圆柱体仍然是屹立不倒 对不对 那说明谁能够承受更多的重量 蓝柱 所以树干是什么形状的 圆柱体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的这些大桥 大桥的桥墩应该是什么形状的 圆柱体 因为它怎么样 比较结实 对 比较结实 坚固能够承受更多的重量 你看 一直都是屹立不倒 对 太厉害了 厉害棒 我还知道圆柱体在生活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运营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吧 小朋友们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圆柱体是装的最多的 同时也是大力士 真是太厉害了 阿尔法丹 阿达 你还知道生活中哪些东西 与圆柱体有关吗 我们喝水用的水杯 自来水管 煤气管道 几乎都是圆柱形的 可以盛放和运输更多的物质 在建筑中 圆柱形的柱子起到支撑的作用 阿尔法丹 说的是太棒了 我知道点博士 又知道了一点点 原来圆柱体在生活当中 也有这么多的运用 小朋友们这次知道了吧 为什么树干是圆形的 圆柱体的 因为它可以储存更多的营养和水分 而且它更加的怎么样啊 坚固 说的没错 那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 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丹 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 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拔王龙 我是拔王龙 我是最勇敢的拔王龙 我有锋利的抓住我最爱吃肉 我是最勇敢的空龙 我是最勇敢的空龙 拦开大嘴 拔开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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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吃啊吃啊吃 肉是我最爱的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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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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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 我竟然学会了这么多泳资 那你会站着游泳吗 摩尔 海马有着弯弯的脖子 海马无认为是一片叶子或一株海藻 大鱼就不会发现它们了 是不是很聪明呢 嘿嘿 小海马不仅长得有趣而且也好聪明呢 是呀 那摩尔 小海马喜欢吃什么呀 海马的嘴是长长的管状 嘴巴不能张合 所以只能靠吸食水中小型甲壳动物为食 像小虾等等 摩尔 你看 这边还有两只小海马在跳舞呢 它们的舞姿可真优美呀 好像 好像 好像海底的旋转木马呀 嘿嘿 呼呼呼 道哥 这是一只海马爸爸和一只海马妈妈 它们这样跳这个舞蹈 可是有特殊意义的哦 它们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 海马妈妈就会把海马宝宝 送进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 用不了多久 海马爸爸就会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马宝宝啦 什么 小海马是由爸爸生出来的吗 哇 我没有听错吧 是的 没错 海马是地球上唯一一种由爸爸生育宝宝的动物 哇 听起来好神奇呀 呼呼呼 是啊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会 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小小海马最神器 住在游泳吃虾里 海马爸爸生宝宝 你说神奇不神奇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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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信啦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啦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啦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田子轩 我是智慧树的忠实小观众 最喜欢看浴泡泡做实验了 我爱吃小堂仁 喜欢大熊猫 快来跟我做朋友吧 咕咕咕咕咕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呀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树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呢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树家族 进行互动交流 小股东 在这里等着你们呢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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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